經摩和尚慈悲 教授和尚慈悲 我們開堂和尚慈悲 陪堂和尚慈悲 我們諸位銀禮師父慈悲 諸位隱善師父慈悲 諸位戒指 大家 好 大家早 阿彌陀佛 好 那你們起來好了 跪著讓你們辛苦了 一起起立 合掌 好 那麼 這次我們 東和禪寺在這個 臺北的首善之區 離總統府這麼近的地方 那麼有這一塊 寧靜可以修行的 道場 來舉辦這個在家的五戒 菩薩戒 這個意義呢是很大的 怎麼說呢 佛法呢到哪個地方 都一樣 他注重的是人類的 我們人眾生的什麼呢 心靈的真善解脫 那麼特別是在這個 我們說實力揚場 所謂的人間最 你要說繁華也好 你要說複雜也好 你要說繁榮也好 你要說繁榮也好 這樣子的一個首都之處 那麼你呢 在這邊 在這邊有七天的學戒 授戒 那麼就等於呢 在一個滾水 紅塵當中 有了一粒明珠 清淨的明珠 在那裡放光 人間的事情 是由人的心去形成 那麼呢 這個整個的心 形成這樣一個都市 的一個環境 算是進步了 是民主時代 現代化 算是進步了 但是呢 這貪稱吃啊 從來沒少過 所以整個社會的發展 其實是映射著一個 人類內在的一種需要 這個需要 你也可以說是貪稱吃 你也可以說是一種人性 不可避免的需求 生活 這個 生存 他要去奮鬥 為了這樣奮鬥 他在這個社會環境當中 他就要種種的 這個手段 方法 特別是在都市當中 人多 那麼呢 機會 雖然也多 但是大家競爭也多 難免啦 這貪稱吃就要更加的赤勝 這也就是為什麼說 都市啊 紅塵 十字街頭 紅塵之處 特別的紅塵萬丈 你在鄉下種菜 日子還一般一般 所以諸位在這個紅塵萬丈之處 剛剛我來的時候 那個 我們 傳音法師跟我講說 這前幾天還沉抗 就在不遠的地方 那麼呢 這個 那個地方正在沉抗 那麼這個地方正在傳見 那麼就是這就是人間想 啊 到這個歲數來來看 都一樣 也不會說為這個事情 心中太怎麼樣起伏 但是呢 產生一種憐悯 產生一種反思 反思說作為一個宗教家 特別是佛教 那能夠為這樣子的人間 萬丈紅塵 做些什麼 諸位也是 你們諸位來到這裡 才有我們師父 那麼才有我們這個 諸位引力引戰師 來到這裡 我們來共同完成一個 心靈的真相 心靈的羞恥 特別是 諸位呢 還好 極大部分的人 會來受完菩薩戒 阿菩薩是什麼呢 菩薩就是在眾生的紅塵 一般講 紅塵污秽當中啊 去長出蓮花的 一切眾生的苦難 或者眾生的貪生之 注意聽喔 他是應該的 對菩薩來講都是應該的 不是被菩薩所討厭 是被菩薩所認知為 那就是眾生相 那就是菩薩所發心的地方 越是紅塵萬丈 越是菩薩要發心的地方 不是你討厭的地方 也不是你遠離的地方 當然也不是你投入 樂在其中的地方 當然不是 但是卻是你發心的地方 你的發心 並不是因為萬丈紅塵 太污秽 你討厭 然後你來發心說 把它掃乾淨 不是 你要知道 這些紅塵所形成 形成這些紅塵萬丈的苦惱像的 所謂眾生 都是無量劫來我們的父母兄弟 那麼我們的父母兄弟在那裡 造所謂的苦 我們講叫做造惡造業 那是對還沒學佛 沒發菩提心的人講 對已經發菩提心來講的 他不叫做造惡造罪 他叫做在那裡造苦 是我們悲悯 我們發心的對象 不是我們討厭跟區隔的對象 什麼區隔 剛開始學佛要區隔 因為你在裡頭 你要說我在造業 我不要 我要來學佛 我要來三規五戒 現在你要受菩薩戒 那就不一樣了 不要這樣 眾生造苦因 那是我過去累劫的父母 這萬丈紅塵就是我父母所在之處 他叫做苦 當然是烏黑 但恰恰在烏黑萬丈當中 是我生起蓮花的地方 蓮花不會在清水中長 蓮花不會在剔透的土地當中生長 他必須在烏會 泥巴當中長 諸位來學做菩薩 諸位學佛 我們懂道理 我們懂得要禮欲 要無我 要慈悲 這一些是自己的發心 不是拿來跟眾生做區隔用 啊 這裡在做 你們在造業 你們真是萬丈紅塵的造業之人 你們在妨礙宗教 你們這個立法院在打架 你們這個政客在怎麼樣 都是造惡 不是 不是這樣想 而是說 這些眾生都是我菩提的資料 都是有佛性 只是他在這個大地當中 這個因緣果報 都陷起相對應的時候 他就要起惡心起對抗 那不是他天生要這樣 那是他的無名所造成 既是可憐民 也是可敬的人 而已故 沒有他們造業 沒有菩薩可做的事 要這樣想 結果呢 是怎樣 我們不融入 不投入 因為那真的是不行 但是呢 我們也不討厭 我們要積極的發心說 如何這般來利益他們 如何這般來讓他們不再 造這樣子的苦因 所以在菩薩的眼中 萬丈紅塵 正是一切發悲悯心 發永憨心 發橫長心 所謂的菩提心的所在 這一切造惡 恰恰就是要鼓勵我發心的所在 所以所有的造惡之人 都不是惡人 都是我菩提心 知良對應的人 諸位要來受菩薩戒 自古以來 要受菩薩戒 就是要發菩薩心 要發菩提心 我們的課程不多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一開始 就要讓大家 立下這樣子的認知 這種認知要念知在知 念念之間要這樣認知 那麼認知之後呢 實踐在你身上的是什麼 就是聽著我們開堂和尚 陪堂和尚 乃至於我們引力引戰師父的教導 把一切該學的威夷學好 把一切該學的道理學好 把你真正的身心 投入在德界這件事情上 那什麼叫德界 就是我真心的聽懂事物的話了 我要來學做守五界 守菩薩界的佛弟子 如果你只是守五界 你也一樣發菩薩心 你也一樣發菩薩心 那麼你要守菩薩界 那你當然沒選擇 一定要發菩薩心 也就要像我剛剛想的這樣發心 為欲利益這樣子的眾生 那我要來發心學佛 發心受戒 發心學戒 要這樣想 所以呢辛苦一點 都要怎樣 都要歡喜受 那麼都要專心聽 我在講的時候眼睛看著師長 等一下師長講 你們都要看著他 不可以有妄想 不可以都瞄著 外面我好喜歡 我下課了我趕快回家 不是這樣想 因為你要來學習這個法門 那麼你的學習的過程當中 這所有的念念之心 都是成為這萬丈紅塵的什麼 清淨之光 剛剛你們在照相的時候 外面公車來來去去 人來來去去 那這些通通給他們種下大因緣 無論他起的是善念還是惡念 昨天我上來的時候做捷運 我從來做捷運已經做了 從捷運以來 我來台北大部分都做捷運 我從來沒遇過那種人 一個基督徒 大概頭腦有點怪怪的 那麼站在樓梯口 一直在宣揚 你拜的是假神 那麼我上了捷運之前 站在那裡等他還跑到我旁邊講 我說這真的是菩薩 他還很發心 在我旁邊這個 世界人講叫做毀磅三寶 那麼我們講就是 他在讓我發心講剛剛這一集話 我有沒有對他起惡心呢 有沒有對他起憐憫呢 有沒有對他起度化之念呢 今天也帶給大家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所以記得 雖然這當中有人有 晚上有下課的 有回去的 因為房間空間的關係 但是呢 一定要記得 你是要來受菩薩戒 或者受五戒 都要發起 剛剛我說的這個心 是名為真佛弟子 好 我講到這裡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德界和尚的那份慈悲心 慰法慰教慰眾生的那份懇切的叮囑之心呢 那我們呢 以最虔誠的感恩心呢 禮謝呢 德界和尚 慈悲的開示 鼎禮三拜 禮佛 一拜 阿彌陀佛 問詩 合掌